我直接把周深老师拉进来吧 哈喽 周深老师 这蕾小师 因为这个风格很不太是我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让你改变一下尝试一下 一样因为我听完这个 我是觉得它 是我的一个心态会表现的东西 所以我就很喜欢 而且我演唱的风格当中 或者是编曲的压力 或者是所有整个音乐 呈现的那种压力 我觉得这个歌里面 就有我想要的那个气质 就那边听完就很舒服 缘分因为我写了 我真的是留了四年 对 我也好奇是为什么留了四年 留了四年 没有拍出 还是从来没有拍出 好 我现在给我的小唱片 哇 谢谢您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就等一下如果 好的 要听到 那你要把歌词放下 对不起 好 谢谢 好 谢谢 把演的比 比 知道我听到周深演唱 今天等一回 才知道周深跟老哥的 合适度到底有多强 是谁在耳边 说 爱我 永不变 近日周深在杭州演唱会翻唱高盛美的前年等一回 深深不愧是原唱杀手 一开口就把这首经典歌曲唱出自己的风格 要不是听到周深演唱 我还真不知道歌词还有China 严谨深又来普及冷知识了 China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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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简直是太鲜了 从未听过这么空凝的版本 唱这首老歌 把韵味缠绵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生演唱邓丽君经典老歌 威风信誉 没有刻意模仿和炫技 全部使用真心打动人 真有邓丽君的韵味 像我伴着可爱的你 看着我看着你 看着世界多么美丽 唱翻唱邓丽君 我只在乎你 歌声太美 甜而不腻 清澈温柔又有力度 天来之音直击心灵 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情感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周深致敬邓丽君翻唱 又见吹烟 周深最可贵 也优秀之处在于 尊重原作品的曲风 不做花里胡哨的改动 不刻意模仿原唱 用自己的情绪理解和演唱 李克勤周深 神仙合作 天下有情人 两人的演唱 我愿称之为 无忧赫之浅交 其孤周之离腹 连原唱周华健听了 都经出表情包 我只能说 周深就是那种 老天爷强行喂饭的级别 我愿称之为 爱不得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 一次一次的轮回 不管在东南河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 一次一次的是非 交流纪念 才不能够说再回 周深在百花奖压轴出场 演唱红色金曲 《红湖水浪打浪》 老歌新唱唱首饰巅峰 前奏印象 画面感瞬间拉满 不愧是国家队歌手 周深演唱 1990年《万人空巷》 电视剧主题曲《渴望》 现在很少年轻人唱老歌了 周深真的很难得 唱得还那么好听 周深演唱三国演艺经典老歌《沃龙银》 清风明月入怀抱 丈夫在世当有为 听周深再唱舞侯一声 唱出历史画卷动人心肠 周深《沃龙银》 周深《沃龙》翻唱《邓丽君》 忘记他 这《沃龙》发音 连广东的网友都忍不住直呼 发音太标准了 不仅自证强远 而且几乎就是正宗的岗位 听之让人沉醉于《沃龙》的魅力当中 周深翻唱刘文正三月里的小雨 周深随口一唱 我们就可以反复循环 和乐队互动的小动作好帅 山里的小雨 心里里里里里里 心里里里响个不停 山谷里的小星 哇啦啦啦啦啦 哇啦啦啦有一天 身在湖南卫视华人华侨晚会 演唱飞翔经典歌曲《故乡的云》 情到深处 它眼含泪光让人动情 新归处是雾香 如果想念就去相见吧 我曾经好情万丈 回来全空空的星浪 我不想地团 倒不想地狱 为我抚平创伤 永生的老歌新唱 不仅仅是对经典老歌的致敬 更是对音乐的传承和创新 它通过自己的演唱 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 和喜爱这些经典歌曲 同时也为现代流行音乐 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和历史情感 它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 无限可能性和魅力 你学得好像吓到 今天就行 很像库山球当中 我感觉只有洗澡被烫到时候 小海豚露了个脸这样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 一二 一二二 六个 一二一一 两步就好 二十七 喊拍子的话就会 当时记一记穿